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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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四肢被我震碎 此刻定是用他本门灵药 黑玉断絮膏扶持 现在不强更待何时 哎 什么人 赵明诡计多端 万一 他故意在这黑瓶中放了假药 来引诱我上当 那岂不是 为了救三十不六十书 反而害了他们 瓶中总是假药 从他们伤处刮下的 局计不强 不好 有人抢药了 人在哪儿了 别让他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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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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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担心你啊 刚才我真担心你会 你放心吧 我没事的 对了 你去一趟古城 通知杨肖他们回五趟山 这只黑瓶 乃是一块大玉雕成 生黑如漆 触手生温 昂有古意 就是这只瓶子 也是一件极其珍贵的宝啊 很是刺鼻啊 师公 我就怕照明完阴的了 特别从阿三的伤处拿了一块 你瞧瞧 颜色味道一模一样 所以无忌认为 应该就是黑玉段虚高 没错了 三十伯 你的旧伤都已愈合了 此刻医治 必须将你手脚的旧伤 全部重新折断 暂行揭许 希望你能忍得一时之痛 我从不敢奢望 二十年的残肺能重新痊愈 最坏也不过是治疗无望 二十多年来 我什么都不在乎了 你放手吧 不会没 请你 我不要出去 我不要 不要 你不出去 我怎么帮他们退医疗伤呢 好 爹 要什么呢 在位于三侠 因六侠 非要蓄骨呢 叫主 你们都赶回来了 无极哥哥 我能不能进去看看 应六侠 我太过关心应六侠 不是什么好事 那我们今天都要到没了 有不 那起研月是什么 这下 我心里不踏实 依我理解的赵敏 他绝不会甘休 我夜闯他的行影 抢夺黑玉段虚高的 公子是认为 赵敏应该有所怀疑才是啊 他越没动静 我就越难安心 无极哥哥 无极哥哥 殷六侠 殷六侠他已经痛得 晕过去三次了 是 三师伯 是断骨疼痛得厉害吗 断骨疼痛也就罢了 是觉得满腹的 欺痒难忍啊 就好像有千万条小虫 在乱爬乱钻哪 这是深中剧毒之相啊 六叔 你觉得怎么样 红 红的 白的 绿的 蓝的 鲜艳的锦啊 好多小虫在飞 快看 快看 飞 在飞 七虫七花糕 以毒虫七种 毒花七种 导来煎熬的城 种族者先改内脏玛雅 如七虫咬念 进而 眼前现斑蓝彩色 其力变换 如七花飞散 七虫七花糕 所用七虫七花 依仁含义 南北不同 大凡 醉聚灵验神孝者 共四十九种推荡 变化一方 够六十三毒 不需 失毒者 方有解荡 乌鲫哥 殷柳霞真的是中了剧毒吗 乌鲫是再三小心谨慎 可最终还是伤了赵敏的恶荡 他在黑鱼品中所成的故事 七虫七花糕 而在阿三身上所附的 也是这剧毒的药物啊 他不惜牺牲一名高手的性命 引我入供 他的心肠手段 毒辣得令人发指 乌鲫哥 你一定要救他们啊 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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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 爹 孩儿体会到 体会到你当年 为何会自我的心情 我害了三师伯和六师叔 我是个凶手 孩儿主成了大错 除了子文义卸之外 却是别无他法 爹 孩儿要布你的后辰了 一命定命了 无忌 是 师公 母亲 师公 我是个罪人 我害了师伯师叔啊 师公 我该死 我该死啊 起来 当初 我没来得及阻止你爹 这一直是我心中的痛 我不允许 也绝不准重蹈覆辙 乌姬啊 你经历了多少生死关 难道还看不透 自问 是弱者的刑警 你造成的错误就要挺起胸膛去面对 去解决 你 万万不可以以死来逃避 你想通了吗 乌姬通了 七虫七花之毒 真的无解吗 这七虫七花膏 至少也有一百多种配脂之法 我不知道赵敏用的是哪七种毒虫 哪七种毒花 要化解此种剧种 全障以毒攻毒之法 只要少依认错是哪一种毒花毒虫 用药烧错 立刻便送了三伯六叔的性命 若真准死 代言离庭 也只有个案天命了 师公 还有一法可行 赵超明 他施的毒必然有解药 我不赞成你去找他 师公 你摘心人厚 热诚善良 绝斗不过奸济百出 阴险狡诈的赵敏 你去找他 支配上当的还会是你 乌姬啊 我不希望你出事 武当一派 还须靠你传承 靠你永续呀 可是 乌姬哥哥 乌姬哥哥 武当道兄来报 说是赵敏在献剑杯 要尽你啊 你说的是真的 我要去杀了他 我去找他 公子 公子 把这个去还给他 我们和这姓赵的仇身四海 身上不能留下他任何物事 没我的命令 谁也不准跟我去 你协迫过我一次 这次 又想估计 你也不准备 给我 我专程来看你 叫你凶巴巴的 这岂是戴克知道 少跟我打哈 我要解药 你要是不给我 我就 就怎么样 杀了我啊 你不怕杀了我 于代爷 英离婷也活不成了 反正他们没有解药 也是一死 我今天就拉着你和我一起陪走 哎 要死你自己去死好了 我干嘛要跟你一起死 少臭美了 我是跟你说正经的 你要是不给我解药 今日便是你我同时毕命之日 你手上是什么 你手啊 还给你 你干嘛不要我的东西啊 你捉弄我这么惨 我不要你的东西 那我问你 既然你不要我的东西 你干嘛向我要解药啊 你 怎么 不说话了 我说不过你 我懒得理你 老是跟你说 你中了玄冥二老的两掌 玄冥神掌 我特别来瞧瞧 你伤得怎么样了 没想到你一见到人家 就是死啊杀啊活的 差个不轻 好心当成驴肝匪 喂 你放不放手啊 其实你心里很清楚 我们俩距离这么近 就算你放了手 我也打不过你啊 看你的样子 没受什么伤吧 去取玄冥神掌 未必伤得了人 那七虫七花糕呢 三世伯他们 果真重的是七虫七花糕 张教主 你要黑鱼断虚糕 我可以给你 你要七虫七花糕的解药 我也可以给你 不过你要答应我 做三件事情 我便心甘情愿地奉上 但是你强迫逼我 那么你就杀我容易 要得到解药 却是难上加难了 你说 哪三件事 我早告诉过你了 我现在想不起来 等到我想起来了 我自然会告诉你啊 只要你承诺于我 绝不违约 那便成了 放心张大教主 我不会无理地 要你去摘天上的星系月亮 更不会叫你去做 违背侠义之道的恶事 当然了 也不会叫你去死 更不会叫你去做猪做狗啊 好 赵姑娘 祝陈如你所言 只要你给我灵药 只好我于三伯和英六叔 今后 但照你有所命 张无忌绝不敢辞 赴汤蹈火 为君所使 好 那我们就接掌为事 只要我把解药给你 日后我要你做三件事 只要不唯唯侠义之道 你勿当劫礼负 绝不推辞 张无忌 敬遵事业 现在 你肯要我的东西了吧 不要就算了 我不许你把这个金花 再送给那个枪丫鬟了 听你的 解药立刻送到 张教主 请了 离主人有书信一封 交张教主 张教主 回见 张教主 张教主 回见 回见 张教主 金河加层 林高九层 朱花中空 内有药方 二物早成君子左右 何劳幽之身也 唯以微物不足一顾 四只必仆 尾诛尘土 其见窃之所妄也 赵明早就布好了局 一步一步安排的天衣无缝 他出心其力算计王 心机之身 令人可怕 谢谢 好 公子 这段时间 都是你在照顾我的体居 有一天你不在我身边 我还真不习惯了呢 不会的 小赵要照顾公子一辈子 不知道余三侠和鹰六侠 他们怎么样了 我上一次当 就学了一次乖 这一次我把这些药 好好地检查了一下 都没问题 乐观的话 很快就可以动了 现在我倒是担心 宋大伯他们的安慰 要知道他们的下落 很容易啊 怎么说 你去找那个赵明问一问 至少也就知道了九成 就把他躲着我 找不到人了 不会的 公子跟赵明有三机长誓约 他不会躲着你 你怎么知道此事啊 公子欠他三件事 是 赵明这么厉害无比 绝不会就此罢首的 只是 赵明 花容月貌 一想到他的手段 我就寒谋直树 浑身发抖 我是怕他呀 没错 他的手段 的确是匪夷所思 不管他的手段如何的狠毒 我只希望他 能够赶快出这三个难题 我去尽力办了 这件事就算了结了 否则终日提心吊胆的 不知道什么时候 他会出怪花招 那日子才难挨啊 我也知道 他会与你 到辩壳 他会叽力 他会叽力 他要求他 来 他会叽力 他可不是一般的王爷 这汝阳王靠的是军功夺得的权威 是靠刀枪杀出来的 在军队中威信甚高 再者他有个女儿 这女儿可要了咱儿子的命了 你是说那个赵敏 是啊 赵敏 赵敏在哪儿 瞧你这样 瞧你这样 一提照明 你就神经恍惚失魂落魄 停 落叫 王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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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通报 慢着 今天贵府有什么喜事吗 王爷 今天府里并没有什么事 那怎么张灯节彩的 这是为了欢迎王爷您 本府的王爷特意吩咐摆设呢 快去通报 汝阳王到 是 王爷 汝阳王到了 是不是请进来 不 不要请进来 本王亲自到门口接他 参见 参见王爷 可把你给判来了 本王迎接来迟 你要多多见谅 王爷 何必如此大礼呢 有差遣之处 一令即下 我断没有不屈迟再钱的道理 叫你说的 快进来来 快进 请 来 王爷 请 进来 见过王爷 王爷好 小王爷好 请 王爷里面请 坐 请坐 王爷 这是 这是特意为你预备的呀 好让你高兴啊 对了 在喝酒之前呢 昆仑王 要先行一个小令 一条酒性 如何 好 好 好 挺好了啊 下来 吧 绿叶 一阳 畢 辟 池亭 水格 天称 两多 天称 海流出战 夺夺促蜂魔 五夜 出阳 鲲鹰 弄雨 农 有高柳 名禅相赫 咒语过 珍珠乱洒 大变新河 人生有几 念良辰美景 修放虚过 穷途前帝何有苦张 明有妖宾晚赏 对方尊千拙抵戈 且明帝 任他两轮日月 来往传说 好好 这是袁浩问的咒语打新河 王爷念出来 好听 真好听 好听不好听还在其次 关键呢 要深深体味 这意思 这个意思非常之重要啊 来来来 喝一杯 喝一杯 爹 王爷 干 刚才我说到哪儿啊 哦 你说到意思重要 嗯 对了 这个意思非常之重要 那么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我对诗词甚是愚钝 其实这个意思啊 很简单 就是说啊 人生在世啊 谁都愿意平平安安快喷乐乐的过日子 谁都愿意失酒平生啊 那王爷的意思是 我也一样 我也想 每日清闲多日 二孙绕席啊 王爷 真是好兴致啊 很心 有人哪 他就是不让你安生 不让你好好过日子 什么明教啊 南方的流寇 他们就是让我不踏实 更可气的是 在咱们朝廷里 要人不思警惕 居安而不思威 其实现在已经是居不安了 在剿灭乱贼的问题上 因寻怠惰 毫无进展 王爷 可是在责备在下 在下办事不利之处 请王爷 示下 你怎么了 我刚才说什么了 你站起来干什么呀 儿啊 为父刚才说什么了 儿不知道 王爷 在下其实时刻都在想着 剿灭乱贼 那好啊 我知道 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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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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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王爷先买上 瞧啊 我说着说着 就说得别出去了 今天是喝酒 咱们不谈朝政 啊 你就讲啊 鲁阳王啊 那是本朝最大的忠臣啊 人家手获重兵 他要是想造反的话 早就反了嘛 是不是 有人意 你怎么回事啊 怎么又跪下了 这是怎么说的呀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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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嘿嘿 我的意思是呀 在下还是办事不立啊 不不不不不不 哪儿都坏啊 我呀 没有别的意思 根本就没有责备你的意思 根本就没有责备你的意思 只是 其实啊 本王十分知道你的苦出 哎 但是 哎 事情到了这一步 说什么 并不重要 人家看的是 啊 在下明白了 哎 明白就好 明白就好 来来来 喝酒喝酒 王爷请 哦 嗯 哦 哎 哈哈 嘿嘿嘿嘿 路亚文啊 本王问你啊 你说这天下 是谁的天下 啊 当然是皇上的 嗯 此言差异 啊 嗯 如果你说是皇上的天下 也是对的 但是同时啊 你一定要明白 那也是你我的天下呀 想想看 有皇上 有大元 才有你我的爵位 要是没了大元 你我还不得赶回末北 每天嘴吐 逐鹿啊 王爷责备的事 刚才不是说了 不是责备你 你非要说责备不可呢 其实本王那是在责备自己啊 哎呀 你呢 理应十分辛苦 很多事呢 你说本王也照顾不到 也帮不上什么忙 什么事劳动王爷 不是 不是 哎 对了 你去把王妃请过来 啊 去 来来来喝酒 有请王妃 王爷 娘 找我来有什么事吗 今天大宴汝阳王 来来来 你也敬他一杯 好 来 来 请 啊 谢王爷 王妃 客气什么 你就应该把这当做自己的家 是 坐坐坐 坐吧 对了王妃 你好像有什么事要问汝阳王来着 哎 哎 哎 啊 赵敏姑娘她怎么样了 啊 哎 你紧张什么呀 王妃没有别的意思 就是啊 王妃啊 非常喜欢赵敏这孩子 是啊 是啊 我也非常喜欢她 我们儿子那就更喜欢她了 哈哈 这孩子 太风雨了 哎 说什么风雨啊 女孩家嘛 少时难免风雨一些 哎 可是一旦成了家 有了孩子之后啊 这心就该熟了 就是啊 她这种孩子 谁都不会喜欢她的 这叫什么话 怎么会没人喜欢 比方说 我是打个比方啊 比方说 赵敏 如果是到了我们家的话 我们就会非常喜欢她的呀 是啊 爹 您说的是真的 这孩子 什么叫真 什么叫假呀 这是把酒聊天 真一假 假一真 王爷 你们继续 我先下去了 也好 好 好 慢走 坐坐坐坐 咱们接着聊啊 你说这事啊 说着说着就说到大事上去了 其实有什么大事啊 不就是生生死死 怎么样 就那么回事吗 王爷 我对朝廷一片忠诚 我 我知道 要不然我怎么会如此隆重的来宴请你啊 是 汉人哪 有一句话说的不错 不知你听过没有 叫做 修身 齐家 治国平天下 这句话最有趣的 就是齐家 你想啊 家若不齐的话 天下也难平啊 是啊 再说赵敏这孩子啊 这是冰雪聪明的齐女子啊 王爷有这样的女儿 我真是羡慕之极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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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聪明是好啊 但凡事啊 都有个度 这聪明要是大方了 就容易走邪路 走了邪路了 就难免为匪人所趁 为匪人所趁呢 就难免连累家人了 如果皇上动了雷霆之怒 那覆巢之下 再无完卵喽 小女不知跑到哪儿去了 她要是回来的话 我一定严加看管 不让她出去 这话不对 怎么能不让人家出去呢 关键是啊 到什么地方去啊 比方说 到我家来的话 那就很好啊 可以陪王妃聊聊天 王妃没空的话 我儿子赵强可以陪她啊 是啊 还爱求之不得 我一定一定照办 听见没有赵强 王妃都说照办了 你还不快表示 谢谢王妃 王妃 前方的军情 为什么军情不军臣呢 你啊 领兵有风 这我还能不知道吗 来 请坐 请坐下 一家人嘛 来 咱们接着聊 接着喝 来 来 来 王妃 小心张亮 这酒喝得真是尽性啊 喝酒的时候 有些话说得不对的地方 你可不能在意啊 下不为力 下不为力 请 走好啊 小心啊 你们回去吧 回去吧 起轿 走 走 爹 你今天说话 怎么颠三倒四的 怎么说话 这孩子真是个懂事 可不是嘛 你东一句西句的 听得我都糊涂了 你糊涂了不要紧 他可是听明白了 你不懂啊孩子 他是个王爷 手握重兵啊 我对他 如果责备得深了 恐怕逼急了他 反而不好 可是有些事 我必须点给他 否则 他过分骄纵起来 对我大员不利啊 嗯 这是全数 你得好好的学啊 可是 说到明明 说到明明 那就更有严加管束了 难道你让我一个堂堂的亲王 去第三下四的向他求亲吗 嗯 就算我放下了脸面 那姑娘本来就也 这样进了门 家里还不闹翻了天啊 我得让他把孩子管教好喽 再送上门来 这难道不是最好的结局吗 爹 您这样做事 用心太深了 用心 做什么事不得用心呢 不用心呢 就要被人家驱使啊 对了 你想想 路上那些马为什么那么辛苦啊 被人赶到这边来那边去的 就是因为他们没心 在这儿说了孩子 为父做的一切 还不都是为了你吗 你要懂得我的苦心啊 其实 要以为父的本意 我才不喜欢照明这类的女孩子 我看这女子啊 早晚得惹出大火来 对 她一个女孩子 能有什么祸啊 女孩子怎么就不能惹祸了 女孩子还有亡活的呢 可是明明 行了 该说的 我都说了 该做的 我还要去做 为父实在是太累了 去吧 是 爹 去吧 齐王爷到 参见齐王爷 都是进去了 干嘛这么多礼啊 这 小植见过汝阳王爷 说什么呢 啥啥子 聘礼都下了 日子也定了 哦 小叙见过岳父大人 长汉呢 咱们两个也该聊聊吧 你 你说这儿你的亲事 本来就应该是咱们这些做家长来决定的 对不对 我呢 也知道王妃已经病了 实在没时间和经历 过问这些小事情 再这么想 反正我定性的事情 你是不会反对的 对不对 这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啊 为了咱们儿女的婚姻幸福 白头偕老 咱们也不免入境随俗 学习汉人的样子 批八字 算命盘 定长生 这两天 我接连找了十几个算命先生 总算定了黄到吉日 你看看 你看看 全写在这上面呢 对了 有些真失望了 昨天皇上召见我了 哎呀 哎呀 查韩 我 你的麻烦可大了 巨王爷 最近 有一个名教是不是 新任教主叫张无忌是不是 嗯 果然果然啊 哎呀 吃个张无忌 担子也太大了 前几天他公然宣告天下 对抗我朝 哦 对了 你回家 我刚刚接到的举报 我念了给你听念 朱元璋 徐达 湯河 邓玉花园和常玉春的人马 在淮北柏州一带起誓 徐首辉 邓普旺等在江西干扰元县诸州起誓 全闹起来了 嘎的是怨声载道民不聊生 为江山射击计 为黎民百姓计 吾皇震怒 当场斥责你待乎之手 尽管如此 我还是为你说情 替你周旋 替你扛了不少的事 皇上的怒气啊 才慢慢的平复下来啊 七王爷恩德 臣臣敏港府内 行了行了 一家人咱不说两家话了啊 不过这只是散时的 这是权宜之计 长此以往 我也保不住你啊 灭明娇 前有明明注视 她从未懈怠 你啊 实在是太娇怪你的女儿了 武家弄棒上阵打仗 这哪是女孩家玩的事啊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 她又不是文武双全 也做不了我们家的儿媳妇啊 能与七王爷盘着亲家 乃臣殊荣 只是我担心 担心什么呀 担心明明的倔强个性啊 她倔强来 有时我都管不住她 所以 臣以为定下亲戚之事 上去明明点头 那不是我说你啊 你实在是 好的 这样 我来问明明 我来问 明明她人呢 她去了万安寺 今天该找谁了 回郡主 武当派 跟我走 你 宋青叔 出来 青叔 要抓抓我 别抓我儿子 不必急 宋远强 早晚会轮到你的 带走 是 有事找我 有事找我儿子 接 师兄 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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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内功尽失 有如烦人 想少受点苦 就安分点 不要做无畏的挣扎 带走 有事找我 放开我 还是有事找我 会儿子 无事找我 Craig 那是 船我